今次的新歌叫做《浪漫殺死巨蟹座》 我很榮幸再次可以跟灣文大師合作 收到一份詞的第一個感覺是很驚訝 因為這份詞是完全描述自己巨蟹座的性格 平時代人接物的一個方式 以及對愛情的觀念 一些對愛情的價值觀 甚至是令我回想起以前 小時候拍拖的時候 其實自己都是這樣對人 所以更加覺得這份詞是很個人的 而一開始其實我邀請灣文幫忙填詞的時候 我跟灣文說我真的很想要一份關於巨蟹座的詞 灣文很主動地問我覺得 Anson Lo這位巨蟹座是一些什麼性格 人生的座右銘 甚至是對愛情有什麼看法 有什麼經歷 所以我們在巨蟹座這方面都溝通了很多東西 MV的內容這感覺好像人鬼情微了 想表達一個淒美若心愛情故事 今次再次跟阿權導演合作 他也很好接受了我這個意見 表達出人和鬼的無奈 那種若跡若離明明在面前 但是又沒有辦法再一起的感覺 後師其實都跟歌詞很關鍋 自己在MV中是扮演著一個密密守候著自己生前的女朋友的角色 也是很固執的 因為就算她過了生 但是她依然每一天都還守候著女主角旁 怎樣都不肯走 因為她都還沒放得低女主角 是一個密密守候密密付出的巨蟹座的性格 巨蟹座愛情觀是浪漫和固執 都同樣是自己的愛情觀 如果自己喜歡了一個人 是一個浪漫主義者 花很多心思製造一些浪漫的場景 又或者會很想take care對方 甚至會有點固執 因為可能會令到對方覺得會不會too much 因為太多的關愛會不會令到對方反而覺得逼得太緊呢 令我反思 亦都令到我去在錄音的時候忍著哭的錄 這次是一個很特別的錄音經歷 沒試過錄一下音真的想哭 因為歌詞實在太忠自己 她不只是在說我對愛情的觀點 亦都其實是在說我代人接密 甚至是對待自己事業的觀點 其中有一句就是 二句是助指示忘了怎樣停下 令我想起自己忘了怎樣停下 去關心人 人家怎樣想 人家的感受 其實我都有時在自己事業上 忘記怎樣停下來 逼得自己很緊 自己有時候很大壓力 所以在錄音的過程都令我想起自己 關於自己的人生做人做事的模式 演唱會還有幾天就進行了 在一個月前已經停止了拍攝 寫來雙親劇集的檔期 就全力去進行均衡演唱會的所有事情 包括是排舞 演唱會 甚至是服裝的fitting 服裝構思 最後調動 第一次自己個人演唱會 所有部門 所有細節 自己都很緊張 真的很想給大家一個很難忘的一晚 演唱會 演唱會有沒有什麼開出 先向神徒和各位觀眾透露 今次演唱會也會有很多不同的造型 都自己會包覽很多不同Style上的造型 今次也是破格大膽 嘗試在舞台上穿一些自己很少在舞台上穿的衣服 會大膽一點 希望大家會喜歡